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有一些青年機構做了一些青年人的調查 調查他們對於我們香港有什麼意見等等各方面的事 有些媒體報導了這件事 媒體源自於這個調查說 香港有六成的年輕人 山窮水盡而無路 但一日到刻 只想怎樣走路 是毫無大志 我自己認為 這些年輕人很失敗 失敗不是源於政府 不是源於學校教育 當然這是其中一個部份 這個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源自於家庭教育 在家裏造就到他們今時今日的失敗 在家裏造就到他們經常都想走路 到底為什麼 報道和調查又是怎樣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一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報道一開始就已經不知為何 就是講香港的防疫措施等等 他說 無能的香港政府 抗疫不力 更加是拒聽民意 長期 維持嚴苛的防疫 打殘百業 令本港山窮水盡 富房或綠得以千億元的財赤 但是問題是 其實 有時候也不關這屆政府的事 大家看到 在昨天的世界杯 今天很多的數據出來了 有些酒吧 嘩嘩嘩嘩 那些營業數字 基本上都不是 處於一個嚴苛的防疫禁令 對不對 為什麼山窮水盡我們的香港 因為 其實 上屆政府用了幾千億 去抗疫 六千或八千 嚇死人的數字 但是 用了這麼多錢抗疫 得回來的結果是怎樣 留給大家才可以定斷 所以其實 關不關一個 防疫禁令到他們覺得 香港山窮水盡 未必是 所以不應該這樣想 然後他就說 生活在疫情之下的香港青年 走投無路 被迫躺平 但是 其實 新加坡 其他外國 法國 美國 是不是 甚至乎我們的台灣島等等 日本等等 基本上都是有一些防疫禁令 沒有完全開 人家依然是在一個防疫禁令之中 為什麼 我們香港年輕人 覺得很慘呢 出去外國看多些 看到國際新聞你就會知道 其實這個世界 大家都差不多 不是說我們特別好或者特別差 好的我們當然特別好 但是差的我們不是特別差 香港年輕人 感覺到走投無路 被迫躺平 他報導指 調查發現每四個年輕人 就有一個認為自己沒有用 這是他們自己 心態的問題 當然 認識自己沒有用 是一件 好事 我都覺得自己沒有用 在業太和禮償面前 那我就努力一點 是不是 認清自己的無能 你才可以 成長得到 不過 他認為自己沒有用 是一個報導說 他們的人生觀是非常消極的 不是說 覺得自己沒有用 就努力一點 不是 覺得自己沒有用 就繼續努力 這些是他們自己 缺陷 政府幫不了 這些我覺得 然後 他的報導 近七成的人 認為香港政府是忽良民意 近六成的人更加打算移民 如果六成都是沒有用的就好了 機構就說 疫情截騰了我們香港很久 社會氣氛低埋 部份年輕人對個人 對前景 和社會環境等等的 不同方面的信心都普遍下降 對於未來是缺乏一個明確的方向 其實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香港 給了很多機會給年輕人 是比其他國家 是比其他發達城市 是多很多 當然他們 其實未去過其他國家地方 是不會知道的 沒有了解過其他國家地方的政策 更加不會知道 所以 有時候他們未了解 其他地方 之前 其實不應該是妄下一些判斷 這個調查是哪裏出來的呢 就是香港青年協會 在12月8至 去年 去年的12月8至 去到12月24日的期間 為何到去年數據現在拿出來的呢 現在 數據一年了 所以為何說 今年應該不是他所說的 因為這個報導引述的 資訊其實是一年前的資訊 不是很新的 不過照說 心態這些是沒有錯的 他說訪問了531年齡 介乎15至39歲年輕人 531倍也不是很大 以隨機方式抽樣 受到個人的價值觀 工作、教育 政治、政府和社會的評價 社會資本等等的範疇進行一些調查 結果發現香港年輕人在疫情前變得消極 很正常 很正常 因為說真的 有些前輩這樣說 在沙灘在海裡 水退了就知道誰沒有穿底褲 你去到一些 比較重要的時刻 比較極端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什麼人 是有了道 什麼人是無了道 而被發現自己沒有了道的那群人 就會覺得無地自用 醜醜怪怪 所以 就會變得消極 但其實 這些時間 才是 最好最好發揮的時間 他說 去年只有73.1%的人 受方年輕人認為自己有用 較2017年 92.3%下跌了19.2% 比率也是自2002年 以來是最低的 除了每四個 年輕人是一個覺得自己沒有用 也有25.3%的受方年輕人 認為自己人生觀是消極的 在2017年上升了8.1% 反映年輕人的精神健康 以及自己的 成長階段的自我存在價值有所動搖 這些其實是關於他們自己的事 是關於家庭教育事 真的嗎 說真的 在2019年的時候 我身邊的什麼中學小學同學 大很多很多 罵到你爆 即是直接侮辱你 直接侮辱你整家 全家的家 但是 有時候你的人生是你的 如果你不認清楚你的人生 你就 就會被他們打沉 你就會很消極 你就會沒有進步 當然這些也是關於 香港一些教育 甚至家庭教育 其他教育的事情 沒有受過一些苦難 沒有受過一些 磨煉 其實他們是成長不了 他們的心智也好像是長期不成熟 我自己覺得 他們覺得自己沒有用的心態 是源自於他們的成長環境 他們的父母永遠當他們是寶貝蛋 寶貝蛋 在成長裏 根本不會被他跌跌碰 根本不會被他接受一些不同的磨煉 不是訓練 是磨煉 他當然不會成長 我小時候 在說 我小時候 小時候 有很多訓練 包括進入了警察訓練 進入了軍校等等 然後又有 兵兵球等等 不同的訓練 基本上 那些不是訓練 那些是磨煉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用很多不同的 不合理的訓練 令他們覺得很辛苦 令他們覺得沒有理由 之後 我們那個 教官或sir教練都會跟他說 合理的訓練 是訓練 不合理的訓練 就是磨煉 我現在就要告訴你 你要學的東西 叫做服從 真的 我現在要你捱過去 我現在一定要你做到 做到的你就挑戰到自我 是不是 曾經有一個 叫做運動員的故事 就是說他們是一個 籃球的訓練 籃球訓練如果是背著他們 自己的隊友 爬的話爬到幾十米 二十米已經很厲害了 超越體能的訓練 但是 最終有一個訓練就是要他們蒙住雙眼 不讓他們看到他們爬到多少米 然後 教練就說 你快點加油 爬少許少少就差少就差少就差少就快一點爬 爬幾步爬上去就可以了 就是背著很重的隊友一直向前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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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其實不是 有很多人以為自己是有一個極限 但其實不是 有很多人亦不敢挑戰自己的極限 以為那個極限就真的是一個極限 其實人生 是有不同的階段 很多東西閉上雙眼 就能衝破得到 為何不去做 其實我們香港的年輕人很缺乏這方面的訓練 這方面的思想教育 思想導入 當然 未來會不會有這些導師出來 去訓練這些課程 不知道 就算有這些課程也要跟他們有些心理的構思 心理的 叫做 購解 告訴他們有很多東西 是心魔 通過了心魔 人 人生就會有進步 這些都 真的要 要 要去教育 不單止是學校教育 不單止是社會教育 還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家庭教育 你不可以當它寶貝彈 寶貝彈很重 背著另一隻寶貝彈 真是真是 你不可以當它寶貝彈 那就糟了 所以香港的家長 我覺得都需要 教育一下 調查報道就是 受訪年輕人認為市民的意見對香港政府 政策有影響力的同意比率 是低了 由以往的 50% 跌到 30% 左右 有七成年輕人認為 民意無力左右政府的施政 但當民意 是被 報章傳媒 或者外媒 煽動到的時候 其實是甚麼好事呢 其實有很多人看的東西 是很短的事 其實甚麼人是適合了一個決定 應該是一些有 預視能力的人 是不是 在03年的時候 由葉劉淑儀跟你說 葉局長沒有騙你們 23條是好的 沒有了23條 香港未來 會出現問題 在十幾年之後 十六十七年之後 發生了反修例暴動 有時候 預視能力 不是人人有 亦不是人人了解 不是人人了解 董建華 董伯伯伯的 85000計劃 被人返到反艇 董伯伯 想 個個 有安樂茶飯 有屋住 最後被人返到反艇 然後 現在 差不多20年後 為甚麼那時候沒有85000呢 有的話 人人有屋住 不會有反修例暴動 不同 預視能力 穿透 時代的能力 不是那麼多人有 所以是不是 有些意見就應該 阻止政府的施政呢 糟了我越來越覺得不是 我甚至覺得 你的意見不要先阻止政府 阻止了 又貴一千億 又貴一千億幾百億 很麻煩 很麻煩 然後 年輕人覺得他們自己發揮的信心 不是那麼好 對於社會政策就覺得有點無力感 連結婚生兒肉類的意願也下降 說真的 這些政府幫不了 你自己 閉在二邊算數 仇方年輕人的結婚比率 結婚期望由2017年的百分之九十幾 跌到百分之八十 因為自己生兒女也跌了百分之十幾 對於香港的歸屬感也弱化了 這些是關於 一些網上的抹黑 傳媒的抹黑 不同的問題 外媒的叫做有力等等 同一時間也有百分之六十年輕人想移民外國 亦都叫做高了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對於 香港人的身份自豪 亦都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但問題是 我不會再以香港人的身份自豪 我只會以 對於 我是中國人的身份 我感到自豪 接著又說 訪問他們對於法治的信心 其實年輕人有多少人會了解法治 有多少人接觸法律 看法庭判詞 去上法庭 沒有 他就說法治的信心比率下跌了很多 由百分之八十八 下跌到百分之三十 微升了百分之四十 下跌了非常多 奉公守法意識也由百分之一百 下跌到百分之八十 四點四 這些是他們的問題 奉公守法意識是不應該下降 奉公守法意識如果下降 代表著有很多罪犯將會出現 這些 是社會教育的問題 真是社會教育問題 當然香港的教育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 香港年輕人亦都出現了很多不同的 叫做真正問題 到底要怎樣才可以解決呢 我覺得是從多方面的教育出手 包括 家庭教育 希望未來 政府 可以幫幫忙 當然你說怎樣幫忙 我覺得要有很多不同的訓練 給年輕人 令到他們在自我定位上有更加大的信心 否則 如果一些年輕人 未來的道路遇到少少困難挫折 都跨不過的話 我覺得他去到任何地方 都沒有他的存在價值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傑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上好留言訂閱明傑新事錄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個全部 那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